是我的天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警星直播 想不到她又中招了 Misty, 你在說甚麼? 誰中招?又病了? 不是, 我在說的是 哀防騙中的阿瑜 她又中了騙案 還搞到很大件事 那她又中了甚麼騙案? 聽我說的話 不如一起看看到底發生甚麼事 Misty 是 接下來的半小時 不要讓任何人騷擾我 我要做一些很重要的事 就算有電話 你也幫我聽著, 好嗎? 好 謝謝 謝謝 醒醒啊 醒醒啊 我也想成為一個出色的談判專家 陳經理, 出事了 我沒事了 阿瑜上了天台 我們快點報警吧 她上天台做甚麼 她看不開啊 現在站在南瓜邊 站在南瓜邊 可以看得開一點嗎? 她現在有危險 我們快點上去找她 好, 我們一起上去 阿瑜 你快點上去 阿瑜 你快點上去 阿瑜 阿瑜 你這樣妨礙我 你過不過意得去啊? 阿瑜 阿瑜 你剛才不讓人找你 原來在看守城前轉 阿瑜 這些不要趕著 救人要緊 不用了 解決不了 沒有事是解決不了的 我們都想你回來 我們都很擔心你的 阿瑜 你下回來了 你再不下回來 陳經理說會扣你工的 解決不了 不要了 不要了 沒有事是沒有用的 留得低的 就一定有用的了 是呀是呀 你千萬不要跳啊 你跳下去 那些事是誰做啊? 三萬元 三萬元 甚麼三萬元啊? 喂? 喂, 少爺 喂, 怎樣 你早幾天說想買那部車呢? 老爺說你同款已經買了四部了 所以現在不讓你買啊 還說要封你這張信用卡啊 那怎麼可以啊? 要來襯衣的啊 唉, 怎麼搞好呢? 嗯? 喂, 這裡有個網上拆單 輕鬆工作月入十萬啊 要無需經驗多勞多得 但要給了三萬元先啊? 剛剛補車就是差十萬 嗯 我們家族 百多年來 個個都這麼精明 就算被人騙了幾百萬 我 今天才被人騙三萬元 那你不用擔心啊 我們對外公佈 說你被人騙了幾百萬 那就可以了 你看看對面的尖東 好多人 可能都中過拆單騙案 或者是其他的騙案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沒有看警察的防騙資訊 特別是警聲直播 又說沒有用 如果他們肯看多一點 就一定有用的 警聲直播? 哪裡有看啊? 警聲直播 五星期四 晚上九點鐘 香港警察社交媒體 就有得看的啦 屁股 你才被人受用 朋友 為什麼 被人被人失去? 有人被你拚命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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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精神 又偷懶一些東西又是我做 那是不行的 原來是你們兩個 又在這裡蛇旺嗎 不是 我們剛剛見完黑回來 陳經理 多謝你救了阿宇 否則這些東西都不知道誰做 你嘗試腰被Benson咬傷 好些了嗎 陳經理 我的腰好很多了 甩提紙 我信給你的 對了 提防騙子 由你開始 以後就不會被人騙了 阿宇就是墮入了刷單員求職騙案了 騙徒會要求受害人 在網購平台上面將貨品放入購物車 再指示受害人將購物的款項 傳入指定的銀行戶口裡面 當然 那個戶口是屬於騙徒擁有的 而在交易的初期 騙徒是會兌現承諾 將購物的金額 連同佣金回給受害人 而當受害人信以為真 用更多購物金額的時候 騙徒就會帶同款項 逃脂要要的了 所以在暑假期間想提醒大家 尤其是青少年 千萬不要輕易相信 標榜賺快錢 我在家工作 或者是無需學歷經驗的招聘廣告 如果僱主在招聘廣告 只是留下社交媒體 或者即時通訊軟件的帳號作為聯絡 就要加倍留神 另外 如果在上班之前 要電資費用 或者繳交保證金 或者招聘廣告 是用拆單元 下單元 又或者點讚元等等作為招來 這個極有可能是騙案來的 懷疑受騙 記得立即致電 防騙二線18222查詢 歡迎繼續收看《事必要你講》 歡迎繼續收看《事必要你講》 相信有很多在香港開車的朋友 都有為你的車輛安裝行車記錄儀 即是俗稱的車cam 除了可以拍攝下道路的交通情況之外 萬一發生意外的話 也可以保障自己 不過大家又知不知道原來車cam 還有其他很重要的用途呢? 為了讓大家了解多些 今晚就邀請到 東九龍總區認事情報組的主管 Rianne Adam 以及他的組員阿謙 上來和大家去聊聊天 歡迎兩位 各位觀眾大家好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關於 宏鏡計劃的資訊 就快點在網上留言 對了 Rianne 剛才你有提及到宏鏡計劃 其實這是甚麼計劃? 宏鏡計劃 Project Car Camps 是香港警務處 東九龍總區刑事部 在2023年6月推出的防罪計劃 這個計劃是透過同車主社群 和相關持份者加強合作和聯繫 除了提高社區的防罪意識 亦都可以加強警方偵查罪案的能力 將犯人承之於法 我們希望可以同社區共衡 建立更安全的城市 Rianne 剛才你解釋了你們宏鏡計劃的目的 其實你們計劃的目的 和車cam中間又有甚麼關係? 是的 宏鏡計劃的目的 是透過與車主攜手合作 構建一個由警民共同組成的防罪網絡 計劃包括鼓勵各車主 加強車輛保安措施 預防罪案 為車輛安裝車cam 特別是24小時的錄影車cam 以及加入警方的防罪網絡 承諾在有需要的時候為警方保留 以及提供車cam拍攝到的罪案影像 協助調查和破案 共同守護我們的社區 謝謝你 阿希姆 我記得你們這個計劃 早前舉辦了一個啟動禮 目前為止 其實多不多機構或車主 是參加這個計劃的呢? 沒錯 東九龍總區刑事部推出的雲鏡計劃 在今年的6月10日 在觀塘APM商場舉行了啟動禮 由行動處處長陳Sir 和東九龍總區指揮官羅博士 主持雲鏡計劃的啟動儀式 當日的主禮嘉賓包括有西貢區、黃大仙區、九龍城區 和觀塘區撲滅罪行委員會的主席 還有保安及戶業管理委員會 四間停車場 以及物業管理公司的代表出席 而多區的少年警訊、其樂警訊的代表 也有應邀出席啟動禮 自開放公眾報名至今一個月 雲鏡計劃成功吸納了超過700名車主登記參加計劃 覆蓋全港超過450名停車場 也有挺多人參加 計劃在推行的初期已經有這麼多車主加入 實在令人非常鼓舞 我知道車主可以透過車鏡的紀錄協助警方破案 停車場又如何配合雲鏡計劃 在打擊罪行方面我們始終希望防範於未宜 因此我們這個雲鏡計劃其中一個重要的元素就是 透過與停車場、物業管理公司的合作 在有車主加入的泊車處或者停車場當眼處 展示我們計劃的標誌 令到有意犯罪的人知道停車場受到車鏡攝錄的覆蓋 能夠知難而退 我相信你們現在這個計劃 應該是否還有其他物業管理公司加入 是的 目前在東九龍有四間參與計劃的停車場 物業管理公司 旗下超過200個停車場 將會在當眼處張貼雲鏡計劃的標誌 謝謝你阿謙 利用科技和整合資源去達到預防罪案 和提高調查案件的能力 這個計劃真的非常有用 我還想問一下 如果車主的車不是停泊在東九龍的停車場 那可不可以加入這個計劃呢 可以的 這個計劃初期在東九龍區推行 如果車主不是居住在這一區 但生活圈會踏足東九龍的話 我們都很想大家一起參與弘鏡計劃 除了一般的私家車車主 我們亦很歡迎商用車輛司機 包括的士、小巴、Lalamove、GoGoWang等等 如果越多人參加 我們的防罪網絡就會越強大 越多車主加入 變成可以預防罪案的能力 和提高調查案件的能力 就越來越強了 各位車主記得要多些積極去考慮一下 如果各位有心加入的車主 其實他們應該要怎樣去設定他們的車鏡 來配合我們警察的用途呢 我們建議車主可以安裝一些24小時運作 或者有移動錄影功能的車鏡 除此之外 最好簡選一些機能和質素較好的車鏡 例如錄影像素較高 儲存容量較大的車鏡 除了可以提升車主的車輛保安之外 當拍攝到有罪案影像的時候 亦都可以為警方提供證據價值的車鏡片段 我相信很多車主都很想去參加 如果車主真的很想去加入 又或者想去做些查詢的話 那車主又可以怎樣去做 車主可以掃描二維碼 或者登入網站進行登記 車主只需填寫簡單的個人資料 包括車主的姓名、車牌、經常停泊的地點 就完成了 警方核實車主資料之後 會贈送計劃的小禮物 如果提供的罪案片段 成功協助警方破案的話 會獲得相應的獎勵 如果有任何疑問 可以聯絡香港警務署 東九龍總區情報組第二隊 電話是3661-0126 這個時候我又想問一下 如果參加了這個計劃的司機 其實是否一定要強制性地提供片段 以及有沒有一些獎勵的計劃或方式 去鼓勵車主去提供相關影見 一旦有警方聯絡要求參與計劃的車主 提供相關的罪案錄影片段的時候 我們希望車主都可以盡理公民責任 協助警方調查罪案 視乎每中個案的情況而定 我們會向成功協助破案的車主提供獎勵 包括考慮提名挺身而出的車主 獲好市民獎獎 你們這個計劃絕對是助人助己 可以幫助到罪案的受害人 同時自己也有機會被提名獲取好市民獎 這個計劃成立至今 有沒有曾經一些透過這個計劃 成功破案的真實案件 可以和各位觀眾分享一下 有的 正如大家所知 警方平時偵查刑事案件的時候 固定閉路電視的鏡頭 有時未必可以覆蓋犯案的現場 而行車記錄儀車鏡可以彌補當中不足 增加拍攝犯案過程的機會 至雲鏡計劃成立至今一個月 已經有成功的例子了 就好像在上個月中 在將軍澳區的停車場 發生了一宗爆竊的案件 疑犯選擇了一個沒有固定閉路電視鏡頭 覆蓋的車庫落手去偷單車 以為警方無法追查他的行蹤 雖然車庫外面是沒有CCTV 但是在調查的過程中 有一名參加了雲鏡計劃的車主 願意挺身而出 向警方提供相關拍攝到 疑犯的車鏡片段作為證據 成為調查隊伍能夠迅速破案的重要關鍵 最終疑犯成功落網 彰顯公義 所謂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非常多謝這位車主之餘 亦證明了這個計劃是非常有用的 麻煩兩位嘉賓 詳細解釋了關於雲鏡計劃的相關資訊 在這時讓我看看各位觀眾朋友 有甚麼問題想和兩位嘉賓談談 首先第一位觀眾叫Eva Wong 她問為何會有雲鏡計劃這個構思 看看哪位嘉賓可以解答 讓我回答 眾所周知 閉路電視的錄影片段 在刑事調查案件中 往往是一個重要的線索 在一些案件中 更加是檢控和定罪的重要證據 但過去有些案件 亦因為閉路電視不足 或者覆蓋有盲點 而令到調查有難度 另一方面 根據運輸處截至2023年5月的數字 全港有接近82萬部的領牌車輛 試想想 如果全部的車主都安裝了車鏡 即是全港多了82萬部的流動CCTV 而這些車鏡除了可以加強治安之外 絕對能夠協助警方調查 和提高案件的破案率 令到我們的城市更加安全 謝謝Reyanne 這麼詳細的講解 我相信絕對可以解答這位觀眾的問題 下一位觀眾叫Edan Edan 她就問 宏鏡計劃和影駐駕有甚麼分別 我相信各位觀眾就知道 影駐駕是跟交通執法有關的 其實兩者的分別 還有沒有其他比較 可以跟觀眾解釋一下 影駐駕是警隊為了確保道路安全 而推行的計劃 市民可以利用影駐駕微信舉報的平台 用手機 將車鏡的片段上載舉報一些交通為例的事件 而宏鏡計劃主要是針對所有的刑事案件 利用車鏡所拍攝到的罪案片段去調查和偵破罪案 警方會充分利用加入計劃的車主網絡 積極統籌情報交流 當罪案發生過後 我們會盡快和參加計劃的車主合作 確保能夠盡早找出有助破案的錄影片段 緝拿犯人歸案 謝謝你 這麼詳細的解答 我又看看下一位觀眾的問題 下一位觀眾叫Juno Juno我相信可能是開車的車主 他就這樣問 如果他的車不是停泊在停車場 那又可不可以參加這個計劃 其實可以的 無論車主的車輛是否停泊在停車場 我們都很歡迎你們去參加 在填寫雲鏡計劃參加表格的時候 車主可以輸入經常停泊的位置 包括街道、工作地點或者經常去的商場 就不一定只是停泊在停車場 才可以參加我們雲鏡計劃 明白了 換句話說 其實不論你開車停在哪個位置 其實車主都可以參加這個計劃 我看看下一位觀眾的問題 下一位觀眾叫傅忠希 這條問題應該之前都類似有講解過 可以清晰一點告訴這位觀眾 傅忠希就問 如果是住在將軍澳區的車主 可不可以參加雲鏡計劃? 絕對可以的 我們歡迎所有車主加入我們的雲鏡計劃 無論你是否居住在這一區 或者你的生活圈會踏足東九龍區的話 都很歡迎你們參加 我相信絕對可以解答這位觀眾的疑難 由於時間關係 我問了最後一條問題 最後這條問題的觀眾叫Jean 她就問 提供的車鏡片片段 如果給警察的話 會不會涉及到一些私隱問題? 相信車主安裝行車紀錄儀 是想加強車輪本身的保安 根據私隱條例第58條 為了防止或者偵查罪案的目的 而持有個人資料 是可以獲得豁免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 謝謝 談到這裏 這個環節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最後嘉賓有沒有些說話想和各位觀眾說呢? 東九龍總區推行雲鏡計劃 希望做到和社區共行 共同攜手撲滅罪行 我們衷心希望你和你認識的車主 都可以加入雲鏡計劃 成為我們警方滅罪方面的夥伴 再一次多謝Vian Madam和阿謙 兩位今晚接受訪問 這麼詳細去介紹這個警民合作的計劃 雲鏡計劃 接著你的環節 有我們警隊101分鐘和防騙短片 我們一起看看 是否是首城前轉 非確請教迷作媽媽的那位衝鋒隊女同士? 你不要見每個人穿著EU制服 就當去才行 見你今天這麼有興趣 讓我帶你了解一下 衝鋒隊主要的任務 是處理999緊急求助的案件 當中有不同的裝備 在衝鋒車上 讓我們應付不同類的案件 又開門 請呢 以及處理暴力的案件 讓讓俱全 喂EU制服 黑人撿了上車沒有? 喂 黑人 是否手城前轉出一個鏡 黑黑那套來 他全名叫戰術保護衣 因為全土黑色 所以俗稱叫黑人裝 不要小看它 它可以保護身體不同的部位 阻擋罩射的攻擊 當警員被硬物彈中 還可以吸收門衝 減少警員受傷的機會 咦? 這東西是在手城前轉出現過的 有甚麼名堂呢? 嗯 你都蠻雅力的 這叫破門裝 有成35磅重 警員手持破門裝兩端的手柄 再利用中板的原理 就可以釋出19000磅的力度 從而撞開大門 我知道 因為它的衝鋒力太大 所以我們在行動之前 會向門後面的人 率先給這個預令 以免他們受傷 有做功課 快點報警 有很多人被騙 我不是Ann姐 你安靜點來吧 我知道有很多人被騙 現在教你一個心法 歌仔也有得唱 最重要是 分清真與假 偏安是很多的 記住要核實對方的身份 別被騙徒騙 有懷疑 等一等 想一下 不過通常中招的人 都是因為他們沒有懷疑 就算你沒有懷疑也好 你過輸前都要想清楚 先查一下 如果你做齊我說的話 那你就不用打 一百一百二二二二吧 看完訪問 原來宏鏡計劃 是對預防和打擊不同的罪行 是這麼有用的 其實不只宏鏡計劃 警隊有很多不同的部門 一直都很努力去預防和打擊罪案 沒錯 而下個星期 我們就邀請到 家庭衝突及性暴力政策組的嘉賓 上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暑期求職的一些騙案詳情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